快快快 騎士猛摔油門 衝出瞬間左拐右拐 腳也因為不穩左晃右晃 騎一般機車硬是衝上陡坡 揚起塵土 好一點的有人是騎越野車 穿好防護裝備才來挑戰 但也有人白天不夠刺激 還想體驗黑夜版 從上坡放展燈 騎士挑戰下陡坡 小心翼翼按著煞車慢慢放 玩仗視線不良 照樣有人來挑戰 超陡好漢坡 選擇影片 我們實際來到好漢坡地點 就在台中大渡山 靠近竹坑南寮步道附近 實際現場看陡坡 坡度逼近50度 站在平地看過去就像是斷層 但一般機車也來挑戰 還是讓人看得捏了把冷汗 不過現場不算道路並不違法 詢問龍井區公所 也不歸他們管轄 實際了解它並不是在我們步道上 它是一個私人所有的土地 有那麼大的一顆石頭 在這邊 如果這麼高其實它是騎了就過去了 對它是可以略 那蘇哥打你如果拍這個 它是那麼低嘛 越野資深玩家表示 影片中地點是熱門的越野場地 俗稱U坡 雖然並無管轄 也沒限制只能騎越野車來挑戰 但還是要給玩家們一點建議 下坡會蠻危險的 如果一個小坑洞 它10寸的 你遇到一個坑洞 跟一般越野車21寸的 過了那個坑洞 其實沒什麼感覺 10寸你像卡住一樣 跟它弄到拼 就直接可能往前翻 陳大哥有超過15年的騎越野 稱驚艷 在各種挑戰賽得過獎 也曾拍過實測影片 騎一般的機車挑戰 大肚山陡坡 結局是真輛車也幾乎解體 最大部分第一個就是輪胎 然後再來就是懸吊 底盤高度 一般速克打 我也是全身裝備 我反而穿得更多 陳大哥補充 不管騎什麼車挑戰 防護裝備一定不能少 尤其是一般機車 本來就不是設計跑越野障礙賽 風險操控不確定性大增 哪怕摔一次就回不去了 TNB秀 黃國軒羅興 台中報導 輪子 偉数 反眩 下 哪怕